9-11题是体主 恩战预测量一直进比两桶略小的保力龙球体积 他先装45.0毫升的水在两桶内 然后将保力龙球放入 此时两桶意面高度为45.6毫升 接着倾斜两桶轻轻放入一小铁块 将保力龙球压下 使两者完全在水面下 此时意面高度为90.0毫升 最后将两者取出 只放入小铁块 此时意面高度为70.0毫升 以支保力龙球质量为0.6公克 请回答下列9-11题 第九题是问 请问你小铁块的体积为多少立方公分 从前面的序物当中我们晓得 我们放入水的体积呢 有45毫升 然后呢我们的水 加上保力龙球 加上我们的铁块 那有所谓的90毫升 那如果只有放了水 跟铁块的时候 我们是有所谓的70毫升 所以由这边我们可以看出来 我们要求铁块多少 就是70减掉45 等于25毫升 所以第九题问我们说 请问小铁块体积为多少立方公分 我们答案选的是 C 25.0 所以让我们准备了 比较大处 高笔 再来 遵运大处 谢谢大家